大家好,这一节呢我们来讲一下网格的频谱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当我们绘制好那个图源后呢 它是不能直接预览不放的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说 请先建网格程序和打开网格文件 那么它主要原因呢我们是没有添加网格关联 也就是说我们网格程序后台 这里呢没有相应的那个程序文件 那么我们先先载入一个载入一个 这里呢载入了一个一个已经编辑好的这个网格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频谱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我们频谱的区域 那么怎样来选择呢 按住键盘的Country键 然后偷动鼠标 进行选择我们需要频谱的区域 在这里呢我们选择一行三四二链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切换 切换回去动画自作窗口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 呃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 这个工具呃里面的一个按钮叫做屏域操作 那么这个出来一个屏域对话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这个 假如说我们屏域需要屏域的是一个霓虹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设置一个霓虹灯管的这个长框 那么比如说为五 那么这个可能或者是说 呃一百五十 那么它有个建设水平 那么可以四成五啊 那么这个就是选择举行 那么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将会出现一个呃呃呃 呃呃 类似尼容灯的一个呃 呃灯管的屏域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动画了 那么我们可以预览播放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可以看到预览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动画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屏域开始 那么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这里加上有块图源 啊图源 我们可以填充一点颜色啊 或者说再增加一些 呃 图源 这样的图源 啊 颜色 那或者说我们再增加一个 就行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增加的 那么动画的样子呢 大概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进行对它进行保存的话 生成一个动画文件 那么它就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屏幕操作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